嘉义民真系纹身师呢 他曾经参加加拿大之洛伦多的纹身展 获得了冠军 而且他的作品就是以 这民间故事九尾湖作为主题 有九个福利的头 纹身师傅曾玉杰 就是以九尾湖作为主题 击败来自世界各地纹身高手获得冠军 担任模特儿的黄小姐 背部看起来就像是一幅艺术品 历经四个月的刺青过程 如今回想起来 再苦再痛都很值得 这时候很痛啊 痛得咬牙切死 然后还流眼泪 可是得到冠军的时候 就觉得都忘记了 曾玉杰表示九尾湖色彩艳丽 特别是狐狸头部毛发睫毛清晰呈现 因此获得评审青睐 至于为何要以狐狸作为参赛作品 是源自于他对民间故事的灵感 以中国民间的故事 以九尾湖为故事主軸 下去架构整个画面 拥有多年纹身经验 开业四年拿下纹身大赛17座奖项 曾玉杰认为 纹身是美感的呈现 值得一再挑战尝试 我喜欢那种刺青的美 所以我想要让更多人知道 刺青是一种艺术 这次前往加拿大多伦多参加 纹身展获得最佳彩色大图冠军 对曾玉杰来说 纹身不仅是艺术创作 还能在国际舞台发光发热 因此将会持续下去 中天新闻侯国文嘉宜报导 中天新闻侯国文嘉宜报导 中天新闻侯国文嘉宜 中天新闻侯国文嘉宜 中天新闻侯国文嘉宜